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里斯拉打直线 从上海队之前的两场五局大战上来看 布里西奥的替能是会受到影响的 翻到二号位但是没力住 腰线有防守几球打后三 反击的速度很快 林柯昨天有三分篮网入仗 一分发起到了13分 暂时约轻掉 狼王手摸了一下 没能起来 跳场 王英迪的直线 硬身落地 25比19 上海光明右背 首发 依旧沿用了 多轮换 发前驱 布里西奥来上 就会推后场 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 找回士气的很好的机会 布里西奥今天调球拿到了第二分 一个戒手 打手变线 彻底的碾压了对手 而今天面对上海 如果说遗传不到位的情况下 那么定点的篮网 还是有几分脆篮的 打一跳 陈侯宇来上球 布里西奥再轻掉 布里西奥的头脑 还是很聪明的 今天面对山阵这样 好的 好 好 好 来 布里西奥自接自扣 在空中有智空 伊迪啊 准备篮网 想办法这个情况 要篮一点 好 好 好 被在面对破弓 目前大比分2比0领先 这一支一个好防守 但这球没有形成进攻 大斜线防守起来 正会从身后来清开拍直线 一个强发球轮 但是自己失误打丢了 篮网有效撑起 直线好取位 这个篮网直接按了回去 看布里西奥打大斜线 看头 高度和实力 一短球 调身后 追发比秦柯一传不到位 反击的机会 中会再造打手25比18 圈场比赛结束 上海公民优位 以大比分3比0 而在此前 获得过六连胜的深圳女排 上海今天 几个攻守 发挥出了自己的 中海公民优位 中海公民优位 以大比分3比0 而在此前 获得过六连胜的深圳女排 中海今天几个攻守